再过一个礼拜国道继承收费就要上路了 今天交通部长叶匡时还有高工局长曾大人 他们到立法院备巡 而最受关注的议题当然就是春节车潮要如何分流 目前交通部已经决定夜间不收费 而高工局也在评估国道的单一费率要折扣多少 才可以让民众返乡时不仅省时也省荷包 国道继承收费即将在30号上路 遇到的第一个大考验就是春节的超大车流量 偏偏收费站也要开始进行拆除 立委就质疑这样不会影响返向车潮吗 你还要拆除收费站 你还要让施工的车辆进出 你还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这个绝对不像高工局所想的那么乐观 我们春节前会把内车道主车道全部都施工完毕 所以春节的时候是没有施工的 那从春节的这个角度来讲 等于是收费站没有了 所以事实上应该是交通更顺畅才可以 交通不决定按照以往的惯例 春节晚上11点到凌晨6点不收费 为了车潮分流也呼吁民众 长途路程要走国道3号 高工局拟定在春节使用单一费率 采用一公里一块钱的寄费方式 目前也准备推出优惠方案 都会用所谓的分流 然后长途走国三 台中走国一的方式来分流 所以国道3号我们这次确实有规划 所谓的折扣优惠来提高走国三的诱因 会比走国道1号还要贵吗 不会 基层收费问题一箩筐 堆积乘车司机也是一项大考验 这张密密麻麻的纸就是国道继承收费表 由立委还直接当场出题考部长 要他在30秒内快问快答 部长看来看去却还是支支吾吾的打不出来 看得高工局长好急 只能在旁边打pass帮忙他 交通部和高工局面对立委的咨询 似乎都还算及格再过一个星期 国道继承收费就要上路了 虽然有三天的免费体验期 不过这一项全新的改变 用路人评价如何还有待观察